嘿大家好 這一場要來玩miniQ 那miniQ是我覺得這個版本算還不錯的一個角色 當然是沒有像蒼蠅刃鬼一樣可以無視陣容 只要有人放就直接描索那麼誇張 但是他是個可以拿出來用的角色 那如果說在比較低的分段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陣容 比如說對手的角色都很軟 或者是很多那種狙擊角色 要不然就是對手選了噴火龍 然後你又不想要選呆呆獸的話 那miniQ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只不過這角色的問題也是蠻明顯的 就是他前期相較來說比較尷尬 因為他如果要強的話肯定是選吸鬧 但是吸鬧如果拿來打野的話 第一波的鳥團說真的 跟主流的打野比起來是有一段差距的 那如果說拿來打線的話 就是一個吃隊友的角色 基本上能不能肥就是全看 跟你一隊的隊友還有打野的表現 所以說算是比較不穩定一點 然後如果說沒有發育起來的話 後期就會比較難打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做了一個賭注 賭對手打野沒有來上 然後賭這個電貓再吃野怪 我們兩個都賭對了 所以說這邊白條了十幾分 那我們這邊吃掉這個野怪之後 上到五等 這個年美龍應該是走不掉了 我們可以用吸鬧 嘟嘟嘟 還沒嘟完他就咳屁了 那我們九尾身上跟我都有分數 應該是可以把他投進去的 如果我們掩護他一下 鼓起他的勇氣走過來 好這邊他終於過來了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退了 電貓的話不要理他 因為他的血量蠻多的 那這邊對手的這個 打野剛剛去下路玩 這邊沒有吃野怪 直接來上路抓我們 他等級很低 我們直接把他收掉了 但是這個電貓的話 他上到了五等 那這一波就要先 戰術性撤退一下 不是打不贏他 只是我們這個 不是那麼有把握 所以說先退一下 等到之後狀態回一回再去揍他 這邊看到他在吃野怪 而且他把他的技能全部交了 我們直接滑過去 把他緩速之後 他還敢回頭 一個吸鬧 嘟嘟嘟嘟嘟嘟 把他嘟死了 這樣的話我們這個時候就很肥 可以看一下 要去哪裡 只不過我現在看不太到 我自己啞鈴的層數 因為被那個iPhone下面那條 白白的東西擋住 所以說看不太清楚 應該是五層 那邊疊完之後就可以去下路 但是這個 這個 阿魔獸怎麼又來 雖然說他爆擊打我一下很痛 但是 我打他直接把他血量變不見 我們畢竟已經肥到不行 已經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這邊的話我們把這個野怪吃一吃 塔的話應該是 先不要推掉比較好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很順了 那這時候去幫下路 然後等下路打完之後 再帶所有人一起來打這個上路 這樣子可以拿到優勢應該是比較大的 然後九尾還在上路 所以說他可以再發育一下 他等級應該可以到達 七等或八等 這樣子等一下優勢就更大了 那這邊順道的電貓 直接過去咕嚕咕嚕咕嚕 把他咕死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對手已經沒有什麼戰力了 那個年美龍又死了 那我們這邊看到一個同行 直接起手就先咕嚕咕嚕咕嚕他 然後他就死了 然後我們這邊已經肥到不行了 隊友 下路這兩個角色竟然可以打贏 我也是覺得蠻扯的啊 那我們這邊的話 下路應該就先這樣子 因為 隊友已經 應該他們 會去吃那個馬桶吧 我們在上路等就好了 果然他們把塔推就去吃了 那我們這邊過來看一下 對手野區 但是野區 欸已經被吃掉了 不知道是誰吃了 就是他們以Q用得分 躲掉他的 吸鬧 然後再咕嚕咕嚕他 然後再送一個影子偷襲 那 欸 這邊還有一個 欸沒有中 欸太歪了吧 太久沒玩這個角色 好那 這個角色他其實 玩起來也蠻簡單的啦 就是影子偷襲 順過去之後 然後A一下 因為我們有帶力爪嘛 所以說A是會緩速的 然後再用吸鬧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是必中的啦 這場我吸鬧好像基本上是全中 只是影子偷襲就真的有點歪 太久沒玩了 好那我們這邊走過來看一下 這波 順到了 欸 我以為我順到的是迷你Q啊 結果是順到一個不知道誰身上 這邊 大招跳錯人了 應該要跳這個古月鳥 這樣把隊友給害死了 有點不太好 但這邊還是過來幫隊友報仇了 OK這邊把古月鳥收掉了 不然就戰犯了 這邊把分數投一投 喔 這個班子要是跳過來 那就不用再投了 好啦那這波打完的話 對手已經 崩盤崩的差不多啦 因為他們的角色 連美龍五分鐘了 還沒有進化 有點慘啦 因為 像迷你Q這種角色 因為他是近戰 然後他的 沒有什麼逃生技能 所以說他一旦逆風的話 就會很慘 那我們這場 剛好是順風 然後對手的迷你Q是逆風啊 所以說他基本上 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了 然後這場我們是 看陣容來選技能的話 一定是選吸鬧的 雖然說吸鬧的勝率 普遍來講是比暗影爪高 沒有錯 但是某些時刻還是可以選 暗影爪 那我們這場是因為 對手的角色 都是那種爆發型的嘛 那個阿伯索魯還有迷你Q 再不然就是古月鳥 我們可以用吸鬧非常好的 避掉他們的一些傷害 所以說這場的話 選吸鬧是比較好 喔對還有電貓啦 電貓的話一定要選吸鬧 不然的話 選暗影爪 反而是換我們這邊 傷害會被他躲掉 所以說選吸鬧打這場 是肯定比較好的 這邊看到這個古月鳥 我們再來抽獎一下 唉呀沒有抽到我的一番賞 但沒關係 這邊他還在打 他就是想放棄這個野怪阿 他這邊開大招 那我們可以把他看爆炸 暴揍他一頓 這邊 剛結束他就咳屁阿 還想要再揍他一頓的說 這邊把對手的野區吃一吃 然後上路的話 應該就是給 隊友去守 不管他們打得怎樣幫 反正幫我們爭取到一些時間 那我們可以來這邊 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 這邊又慣了50分阿 那上路的話 應該是來不及的 就算隊友的造化 我們就先把對手野區 反一反然後再過去支援 但是 不需要我阿 隊友好猛阿 這個電貓 這個就是 同樣的角色 但是不同的操作員 對面的電貓 感覺就沒有這麼厲害阿 好啦我們這邊繼續在 對面的開心農場 好有怪阿 現在時間三分鐘 但死掉了 應該也是來得及 而且應該是不會死的 這邊看到這個迷你Q 他已經沒有吸鬧 我們直接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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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電貓也過來了 這波就有點危險 我們先拉一下 等他技能結束的時候 再跳過去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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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子偷襲 刷到的時候 盡量是等 稀鬧的冷卻好了 再飛過去阿 不要直接 強迫症發作阿 好了就飛過去 然後這邊我們等一下 他放技能 直接過去 一爆擊就把他收掉 這阿伯蘇 他插一下 交了一個閃線 那就算了 追不到 那這古月鳥過來 怎麼又是一樣場景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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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咕嚕 阿呦 又把他 打到鳥蛋不發啦 好 在這邊看到 隊友也是都打贏了 那我們這時候 等下回補就好了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出現 對面的這個陣容 跟我們陣容 其實都蠻爛的 其實都蠻爛的 只是我們這場 比較肥 所以說 拿起來舒服多 這邊隊友死掉了 然後對面黏美龍 狀態很殘 可是剛剛 又沒有 用影子偷襲 偷到他 這場影子偷襲 真的是有點歪歪的 還是下一次乾脆玩 這個戲法空間算了 反正影子偷襲也放不到人 好 那我們這邊在草叢裡面 看一下 對手有沒有要過來的跡象 喔 這邊還有黏美龍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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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送他一個影子偷襲 看一下喔 他要電貓 快結束了再過去巴你一下 然後開來速度強化 這邊如果不開來速度強化 是有點危險在啦 這邊用咕嚕咕嚕 要躲掉了電貓的大招 這邊再飛過去 走一下走一下 欸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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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電貓應該快爆炸了吧 他很想殺我 但是他隊友都不跟啦 他這邊再 飛過來這個黏美龍 咕嚕咕嚕 這角色 說真的 他的感覺就很像是 上次講到那個兵衣部 還有千面B的關係啦 這角色一旦改強了 電貓就變得 就變得沒有什麼用啦 應該說 風狂伏特就沒什麼用啦 這技能也是蠻可憐的 以前很強 然後現在被砍 以前也沒有到很強 然後就莫名其妙被砍爛了 而且這個角色也出過通行陣了 只能說 這就是死在的眼淚 這邊把對面收的差不多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刷一波數據 這邊跟隊友一起進行得分 欸 不知道這個影子偷襲 可不可以飛到溫泉裡面 還是會被彈出來 應該是會被彈出來 因為我也沒有試過 然後這邊刷一下 過來看對手是什麼 說要放棄這個遊戲 他們已經不太可能會贏了啦 我們這邊那麼順 然後這邊看到對手 迷你Q飛過來 我們剛好被他躲掉了 可惜 這邊他叫了一個閃線 我們開速度去追他 A他 欸 又被九尾收掉了 不愧是我的好麻吉 這時候對手已經 又死完一輪啦 我們在這邊瞄準一下 瞄準 發射 咕嚕咕嚕咕嚕 欸欸 可惜被他逃走了 好啦那這場 迷你Q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訂閱分享 還有小鈴鐺 下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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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ow 該 repay 這 Tapi 18 八點 干分 想到